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女足的选帅话题 那么在水星霞确认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之后 关于很多选帅的内幕也被暴露出来 此前咱们就跟大家分析过 这次女足的选帅没有能够从六个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个来 很有可能是体育总局出手干涉 而且在足协一把手陈旭员跟随中国男足回到中国之前 那么足协就把这个女足主教练的人选给选出来 那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要有这种架空程序员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总局对于程序员主导下的足协 把中国足参搞得乌烟瘴气是非常非常不满的 那么也不少媒体爆出来水星霞之所以能够当选 就是因为受到了足协副主席孙文的力挺 当然这个消息准不准确我们不能够确定 但是爆料的媒体来看的话呢 虽然没有指名到信的指出是孙文 只是说足协一位高层是用辞职作为这个 我们说力挺水清霞的这样一个有利的保障 最终是将水清霞扶上了中国女足的率位 很多人就猜测这名人员有可能是孙文 这个猜测也不无道理 因为高层那目前所有的高层当中 真正说是关心中国足协 尤其是关心中国女足的就只有孙文了 其余的那些足协的高层 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重心放在了男足身上 另外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用辞职威胁来让水清霞当选足教练的 因为这些人他关心的不是中国足球的发展 而是他们自己的官位 所以说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出这样 在外界看来稍微有些冲动的举动 也就只有真正爱中国足球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孙文也就是无二人选了 当然很多人会感到吃惊 此前孙文不是力挺陈婉婷的吗 怎么这次换成了水清霞呢 咱们在前面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分析过 你但凡是了解足球 真正懂足球的人都能够明白 陈婉婷跟赵俊哲比 那肯定是陈婉婷更好 但是你放到中国足球范围内去选的话 女足这个领域 比陈婉婷好的人比比皆实 就像水清霞 他要比陈婉婷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所以在总局出手 完全否定了这六大候选人之后 那么选择的范围自然是要扩大的 这个时候对吧 孙文作为一个专业的足球人士 他也能够看到按执教能力按经验来说 陈婉婷担当中国女足的主教练是不够格的 因此他才会推举了曾经的队友 也是目前中国足坛女足世界里边的全满贯 唯一一个女子全满贯主教练得主 水清霞来去担任中国女足的主教练 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而我认为在主导了这次女足选帅之后 孙文有可能带给中国女足的好处 可能还有或者说是还有惊喜 那这个惊喜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陈婉婷 因为如果说水清霞真的是由孙文主导 成为了女足率位的主要人选的话 那么我觉得陈婉婷在未来 虽然不可能担当中国女足的主教练 但是他有可能会进入中国女足的教练组 一方面的话激励经验 毕竟的话未来我们还是要培养一些 比较年轻的主教练 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 水清霞执教能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在国内水清霞教练 的确是拿到了所有能够拿的冠军 但是相对于这种国际比赛的经验是偏少的 另外一点水清霞的话 可能整体技术战术业务能力是比较不错的 就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指挥官 但是对于提升球队士气 看起来水清霞不像是那种 气场非常足 可能说是能够去 在球队士气处于低谷振奋人心的 这样一个主教练 所以说陈婉婷正擅长干的 就是这个事情 他的这种鸡汤式的这种 教学方式 包括对于球员士气的这种国务 可能在某些球队处于低谷的时候 陈婉婷能够去弥补水清霞 在这一方面的部阻 就像很多球迷在我的这个评论区留言的那样 让这个水清霞当总司令 总指挥 让这个陈婉婷当这个政委 对吧 同时在水清霞身边去吸取 这种当教练的能力 提升自己的指教能力 那么在未来 我相信 不论是对于现在 还是对于未来的中国女主来说 都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而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足协去力挺孙文 也说明陈旭员在中国足协当中的话语权 就会进一步被削弱 咱们此前在视频当中也分析过 削权我觉得是肯定的 说不定未来 作为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孙文 可以在中国足协这个领域当中 有更多的话语权 我们说中国足球真的 现在被搞成这个样子 我从来不认为根源是清训 根源就是足协这帮官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足球 也不会去真正为足球去做贡献 更不懂足球 他们踢过球吗 他们懂足球吗 他们不懂 相反像孙文这样 真正踢过足球 了解足球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去当足协官员一把手的话 他们的目的将不会是为了升官发财 而是真正想为中国足球做贡献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赚尔